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光學儀器 介紹一些跟光學有關的一些儀器 第一個講的是放大鏡 這等於是不用教了 因為我們平常所使用的放大鏡就是一個突透鏡 所以考放大鏡就是考突透鏡 所以你知道突透鏡可以呈縮小像 也表示放大鏡也可以呈縮小像 一切內容都是跟突透鏡一樣 平常正常使用放大鏡 你看到的是一個正立放大的像 那麼突透鏡要呈正立放大 那是一個虛像 是要放在焦點內 所以平常正常使用放大鏡 東西要放在它的焦點之內 這個就是前面教過的東西再寫一遍而已 所以大鏡很簡單就是一個突透鏡 考放大的鏡就是考突透鏡 然後呢但是如果放大鏡 突透鏡放在兩倍焦區外 就會是一個縮小像 所以放大鏡也可以呈縮小像 所以拿起來看遠的地方的東西 它就會縮小 它就會縮小 就是放大鏡的部分 OK 下一個叫做望遠鏡 我們現在教的望遠鏡是單筒的天文望遠鏡 有所謂的折射式跟反射式 它有一些問題有一些優點跟缺點 我們就不理它 高中也許會多講一些些看老師的狀況 那麼折射就是要靠光的折射 它就是我們做的就是有兩個突透鏡 靠鏡看星星的叫做霧鏡 接眼睛的叫做目鏡 因為星星一定都離我們很遠 所以應該怎麼樣 兩倍焦區外 所以它一兩倍焦區外 所以它會成為一個縮小的導力石像 導力縮小石像 然後呢 因為近乎無限遠 所以成像會接近在焦點上面 焦點上面 這是物鏡的部分 然後呢這個像 這個像就變成我那個目鏡的霧 我變成目鏡的霧 那我現在需要把它放大 要把它放大 所以我們要怎樣 要把它放到焦點內 焦點內 讓它放比較大一點 想盡量接近焦點 讓它放大一點 會成為一個正力放大虛項 剛才是導力的 現在是正力的 所以合起來還是導力的 所以上下會顛倒 左右會相反 不過你看的是天上的星星 所以沒有差別 那星星基本就是這樣 無限廣闊 那個上下左右 不重要 所以正力放大虛項 就是 折射式的望遠鏡 會所成的像 好 最後的是放大虛項 上下顛倒 左右相反 最後的成像 對原來的物體而言 是一個放大的虛項 然後上下會顛倒 左右會相反 這叫做折射式的望遠鏡 折射式的望遠鏡 折射式的望遠鏡 還有一個叫做反射式的望遠鏡 反射式的望遠鏡 還有一些好處跟優點 我們也不理它 就是 下面你看到 這裡有一個凹面鏡 凹面鏡是反射的 反射完之後 這個地方有一個斜斜的平面鏡 讓它光會反射 光會反射 然後把它進到這個 目鏡這邊來 目鏡這邊來 好 所以無限遠平行光照進來 打到凹面鏡 會匯聚 在平面鏡那邊 然後再反射 射到了目鏡 目鏡是一個折射的 讓它成為一個 讓它成為一個放大象 讓它成為一個放大象 就是反射式的望遠鏡的構造 大致上這個樣子 好 再來一個是你們生物交過的 生物有加一個解剝顯微鏡 跟一個負視顯微鏡 我們這裡講的是負視顯微鏡 就有兩個凸透鏡 所以一個叫做霧鏡 一個叫做目鏡 這個在跟剛才那個 望遠鏡的說法是一樣 望遠鏡的說法是一樣的 然後呢 第一個是把它放在 霧鏡的焦點跟兩倍焦跡間 這裡就會放大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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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倒立放大的使像 這是放大第一次 這是放大第一次 所以這個叫 然後這個像就會變成 目鏡的霧 然後這個目鏡的這個 這個像是放在 目鏡的焦點內 會成一個震力放大虛向 對方虛向 所以放大了幾次 兩次 兩次 所以你們在生物有所學過 下面放大十倍 上面放大二十倍 總共放大十成 二十叫做 兩百倍 就是原價這裡 放大兩次 放大兩次 所以 那總和的結果是什麼 跟剛才的望遠鏡差不多嘛 你原來你第一次是倒立 第二次是震力 所以合起來是什麼 還是倒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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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於原來的東西而已 還是怎麼樣 放大虛向 放大的倒立虛向 上下會顛倒 左右會相反 這個你們在生物也考過 理化也考過 又不理化一個東西 說 往那邊跳 還要只能移動什麼之類 對不對 就是這個東西嘛 你們生物也考過 理化也 考過 就是考這個 上下顛倒左右 相反 而只好是一個放大虛向 這叫做 富士選圍境 富士選圍境 這是前面講了幾個 光學儀器的狀況 跟構造成像情形 可以嗎 可以